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我们服务的数据的时候 然后我服务还是调用一下它 这样一来大家的开发就变得非常的紧密 偶合 随着服务的增多 大家的效率就会逐步的下降 RockMQ就是面对这种场景的良药 MQ最大的特点就是捷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数据的发送方 它并不需要知道是谁的消费数据 就比如说一个订单团队 它的订单数据可能会被一个几百个业务团队所需使用 但是这个订单团队 它并不需要知道这几百个业务团的存在 它只需要安心的把自己的数据做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达到了一个结偶的目的 这样的话团队之间的结偶 那么团队之间的协作效率就会提高 整个组织的生产竞争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那过去大型互联网公司在使用MQ的过程中 在应对高并发海量的场景当中 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我们刚刚讲的MQ通过捷偶之后 它把数据的发送方称之为producer 把数据的消费方称之为consumer 这是整个RockMQ API Model里头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但是刚刚讲的RockMQ最开始是为互联网的微服务化而设计的 互联网服务相比传统服务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流量非常大 那为了Win的这种流量的话 它必须要设计成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小学对立 这样的话 在设计这个对立的过程当中 RockMQ就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topic 所谓的topic其实就是一个逻辑的地址 而真正的物理地址是messgq 也就是说一个topic可以对应很多的messgq 而这个messgq它是可以随意的去扩展的 它是可以去再现线性的扩展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分布式的能力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Q怎么扩展 但是你对用户也就是producer或者说consumer 他看到的都是一样的topic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透明化的一个扩展能力 那刚刚讲了互联网的流量会非常的值大 那如果要达到接偶的目的 假如说我一个producer发达的数据量非常多 但是我的consumer消费不完怎么办呢 是吧这个时候刚刚讲的如果你要解偶 你不能说依赖我依赖那个consumer把它数据消费完 然后我的producer才能发送 那这样的还是产生了一些偶合嘛 那如果MP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会引入一个持久化的引擎 引入一个持久化的引擎 引入这么一个存储引擎之后 它就能够实现一个很壮的能力 我们称之为消风 所谓消风的意思就是 当你producer发送了大量的数据进来之后 假如说consumer他现在没有来得及消费 或者说暂时不想消费 那这些数据可以存储在RMQ RMQ是一个持久化的应用 那这样一来就能从持久化的角度 就可以进一步达到极要的目的 当然RMQ的存储引擎 是为了应对微服务这种场景去设计的 而微服务的场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它对延迟非常敏感 然后它对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然后与此同时 它的topic对内的数量会非常多 而RMQ采用这种集中式的存储引擎 它的消息是集中式存储的 而能够充分的发挥磁盘 顺序写入的性能 同时因为它集中式的存储 它可以很方便的实现那种同步刷盘 所谓同步刷盘 就是把数据一起刷入磁盘 而不是仅仅只是写入PageCash 刷入磁盘之后再返回给客户端 这样的话可靠性可以达到最高 而性能依然可以达到最高 那这样一来的话 RMQ这个存储引擎 是在微服务的场景中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匹配度 今天的话就是到这里的话 其实已经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RMQ这个存储引擎 RMQ这个消息的列 在微服务这个场景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诉求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流场景 所谓的流场景 它最开始的应用 其实就是用户行为分析 那你要分析用户的行为 那自然就需要有用户的行为日制 或者它的操作记录 那最终怎么用呢 就是它需要把用户在整个跟这个业务操作的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日制也好 记录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metrics也好 要把这些数据全部给它导导导导 全部给它集中起来 然后导入分析引擎 以便产生一些分析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 我的数据源就会非常多 那与此同时 我后面的分析引擎也有可能会多 对吧 我有离线的引擎 我有在线的引擎 对吧 我也可能有实时输舱等等 这样的一些分析引擎的存在 那这样来的话 数据源很多 数据分析引擎也很多 如果大家都是直接去互联的话 那复杂度会非常高 那这个时候 会就会展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就是一样的 当大家数据源也好 分析引擎也好 你不要直接去交互 而是通过一个mq去交互 这样的话 也能达到一个结偶的目的 就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从左边到右边 对吧 连线的条数 就会从一个n的平方到一个n的级别 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复杂度 大大的降低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在综合性来看 你就会发现就是 微服务结偶 他从从微服务的角度去做结偶 以及从分析引擎 去做结偶 或者说去降低复杂度 这么一个角度 最终产生的这么一个效果 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引擎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仅仅只是从功能上来讲 其实他现在已经就可以满足这种流场景的诉求 而确实 其实有很多的公司 就包括大型的互联网工 大型的电商 互联网公司 其实他们内部 也是大量的 就是去 若和MQ的数据 也是大量的使用到那个分析的一些场景当中去的 只不过呢 若和MQ 因为他最开始是为微服而设计的 而不是为这个流场景而设计的 所以在一些具体的一些一些特性优化上 还需要有一些增强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就聊一下 就是若和MQ在应对这些流场景而进行增强 那我们要做一个增强 必然首先要对这个场景进行洞察 所以首先要分析一下就是这流场景中的数据特点 那这里头的话总结出来流场景 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就是总结出来就是流场景 有以下三个大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在流场景的当中单个的消息 它会更小 它很有可能只是用户的一个登录操作 或者说一个日志 一般就是100个字节 但是一个微服务消息通常是包含了很多上下游的信息 一般都会达到1000个字节一个消息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特点是 因为刚刚讲的要进行用户行为分析 它产生的用户的行为日志 用户的行为日志 它大部分都是查询内的日志 而不是一种事物内的日志 所以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它的消息数量会急剧增多 它会从一个单击10万TPS到一单击百万TPS 这么一个级别 那第三个就是在一个分析场景中 它的replay或者catch up read会更常见 因为它可能要进行天的分析 要进行小时的分析 或者因为某些原因 它可能要今天的分析任务要重跑 就会产生 这样会更常见 就是它的冷度会更常见 简单来讲 那总结起来就是讲 在流场景当中 它的吞吐会更重要 相比于微服务来说 微服务可能是延迟 可靠性 是吧 topic数量这些更重要 但是这个流场景中吞吐很重要 那如果mq第一个就是在5.0当中 为了应对这个吞吐 而新推出的一个特性就是batch 而这个batch它是一个端到端的batch 什么意思呢 就是producer它去累积这个batch的数据 consumer去解压这个batch的数据 然后这个batch到了服务端之后 它本身是不会做太多处理 而是会直接存储下去的 也就是说一个batch 或者剩多个batch 它才会对应一个索引 这样的话整个服务端的处理效率 就会非常高 而不会产生瓶颈 其实只需要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就是batch 性能优化的利器 经过这么一个优化之后 其实Rokenpute的TPS 单机的TPS可以轻松的提升10倍 这是Rokenpute5.0在推出的一个重大特性 Batch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一个流场景当中 会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刚刚讲的扩容 这个扩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是因为跟流场景的数据特点 急剧增加它是有关系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在流场景当中 扩容的概率会更高 它的规模集群规模通常也会更大 这跟它的数据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扩容之后 扩容 作为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消息增点 扩容其实就是增加机器 只不过呢 在增加机器之后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动作需要完成 就是数据均衡 那数据均衡的话 通常会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说的增加分片 其实在Rokenpute里头 就增加这个MessageQ的数量 对吧 增加分片的话 可能在微服务场景中 可能不会显得那么那么那么的 会显得很正常 但是在一个流场景当中 如果我们去增加分片的话 它会导致个什么结果 会导致整个数据的分布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原来属于某一个对面的数据 在进行重新hush的时候 它会跑到一个新的对面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在我们进行计算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 我们就计算WordCount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Demo 那我原来单词1 它就对面1 但是你增加分片之后 重新hush的时候 那个单词1 可能就跑到分片2里面去了 这样的会导致整个任务的计算 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通常来讲 如果增加了分片的话 这个动作只能由业务方去发起 而且在增加了分片之后 业务方通常要去衡量它的一些影响 很多时候会需要去重跑一些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分片越来越多 而通常来讲 这个对面里头分片的减少是不太好做的 所以分片越来越多之后 会导致它的对面数会进行膨胀 是增加分片 那增加分片很小 可是在很多的情况下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通常来讲 在数据均衡会有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复制分片 复制分片的话 第一个它的好处很明显 就是对于使用方案上 整个扩容是透明的 就是使用方式透明的 但是复制分片会有什么问题呢 刚刚讲的流场景它的数据量非常大 而复制分片会带来额外的带换消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你是因为线上流量的集群流量非常大 所以你才去扩容 但是扩容的时候又会产生额外的带换消耗 会使整个集群的流量更糟 流量更大会更糟 所以通常来讲你去扩容 通常来讲你是不能在高峰时去扩容的 那这样如果你真等一旦高峰时遇到了紧急问题 其实你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难抉择 对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流场景的数据量非常大 你采用这种复制的方式耗时会非常长 所以这其实是整个流场景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那若克蜜Q在针对弹性的问题 其实扩容的就是弹性的问题 在过程中推出了一个新的特性 是logic queue 所谓logic queue它的特性就是 logic queue就是暴露给用户的Q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message queue 跟源的方式一样 那physic queue就是一个物理对立 它是存在一个具体的一个节点上面的 那一个logic queue的话 通常是由多个物理的Q去映射而成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logic对立 是由多个物理对立拼接而成 它是通过位点映射的方式去拼接 比如说一个logic queue由Q 一个logic queue由Q1和Q2去组成 那Q1代表的位点可能是0到100 那Q2代表的位点可能是100到1000 这样去拼接而成 那采用这么一种设计的时候 就是用户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完整的message queue 原来不一样 但是它在扩容的时候怎么样 它可以通过修改这个映射关系 让最新的对立指针指到扩容的node 这样就完成了扩容 扩容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读写效果 就是说只要你完成了扩容 新写入的数据它都会立即写入到新的node 这样就达到了写入端的负载均衡 那读取的时候 新的数据也都是从本机读取 只有老的数据 它继续会从你原来继续读取 但是因为考虑到流场景 它的数据是一个实时性 在逐步的 它是不断的写入 不断的消费的过程 所以真正去远去旧的节点 去读取数据的概率 时间持续时间都会非常的短 这样的话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秒级的扩容 但是也不需要搬运数据 也不需要跟改分辨的数量 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弹性 这是RocamQ推出逻辑对列的一个意义 那流场景的话 我刚刚讲的流场景 最开始是为了做用户行为分析 那用户行为分析的话 我们刚刚讲 RocamQ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流场景 或者说正是为流程做引擎 一个流程做引擎 它为了去应对这种用户行为分析 它需要去做更多的匹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要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一个通常的流去算的一个基本流程 一个流去算的基本流程的话 通常会有一个sauce 其实就是一般要是对列里面的topic 就是人称之为原数据 然后中间会经过一系列的算子operator 最后把这数据算好 它会把它写出去 但是这个operator 它会引入到一个state 就是这个state 其实中间结果 就比如说我就算word count 这么一个流去算的应用 那每个word word单词 它当前已经累积的个数 就会存在state的那头 然后新来一个单词 会修改state 把它进行加义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用法 一个state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一个流去算 在一个用户行为分析当中 通常会把一些 一些事实数据 跟一些围表数据 就是enjoy 而围表数据 其实也是一个state 总结来讲的话 就是state 就是一些中间结果 或者会用到的一些维度结果 通常来讲 我们会怎么样去使用state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会本地化 locality 就是state一定会随着数据的分片 而缓存在计算节点本地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性能 第二个就是state 这个state是个中间结果 它又需要给它持久化掉 也就是说 它经常会需要去进行 把它存储到远程的存储里面去 这样的话 只有在 把它存储到远程中的引擎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checkpoint 然后这样的话 把它存储到远程之后 一旦发生了灾难之后 可以继续把它恢复出来 而这样的话 可以迅速的把这个计算任务给它恢复 这是一个state 很重要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效果 那刚刚讲的嘛 如果mq在5.0 要向这个流到场景去拓展 那很自然的就是 如果mq也去提供一个state的一个存储方案 那这个state本质上呢 它是一个kv 只不过呢 如果mq它是一个远程去存储的话 如果mq在引入了一个新的特性 就是compacted topic 这个topic的话 其实它就是 存储这个state 里面的一些修改日志 也就是说这个state 本质上是个表嘛 就是kvkvkv 但是这个表 因为它会经常修改 那这个修改 它就会产生一些修改的序列 那这个序列就是个流 对吧 如果mq本质上它是个流 topic本质上是个流 因为是一个append only的一个record的一个序列嘛 对吧 那这个state store 这个table它的修改序列就是个流 所以这个compacted topic 它的表现形式 它的api 包括发送也好 消费也好 它使用方式 跟normal topic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同一个key 就是不同的消息 如果它的key相同 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 相同key的消息 只会保留最新的那一个 这个过程一般也称之为规整 那规整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个流当中的一个有效的消息数量 会大大的减少 也就是说你读取的那个数量会减少 这样的话 真正你要把这个这个修改序列给它恢复成一个真正的一个table 一个table state的时候 整个消耗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 所以的话这个compact topic 它就可以非常完美的充当这个state store的一个存储层 也就是说它的存储层是放在rockmq的compact topic里头 但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时候 会放到那个计算节点 这样的话 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最后的话 来回顾一下就是rockmq5.0 刚刚说的三个重大的特性 就是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引入了一个logic queue 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queue manager 然后会引入一个新的compact topic compacted topic 对吧 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compacted consumer queue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最后在我们的右边 rockmq5.0会推出一个rockmq streams 那今天rockmq streams 在后面的一些topic当中 会有其他的同学进行分享 今天的话我这里就不展开 这里头就是rockmq5.0的整个的一个架构的概念 那这样一来的话 rockmq作为一个流传出引擎 就引入一个rockmq dreams 就会让rockmq 只需要依赖rockmq 就能完整的跑完所有的牛计算任务 这样的话达到了一个轻量级计算引擎的一个目的 OK 最后的话我们总结一下就是rockm5.0 它会充当一个backbone 以前是只不过以前它是微服务结奥的一个backbone 现在它可以扩展到所有系统的一个backbone 就是它的使用场景会大大增强 然后rockmq为了应对这些新的场景 新增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特性 这些特性是在不修改rockmq的存储引擎 不进行大改的技术上 而引入一些特性 这里头会有batch batch的话 会把吞吐进行十倍的提升 然后的话会有个nodic queue 会把rockmq的扩容能力 或者说弹性能力达到一个非常业界领先的水平 它可以先秒期扩容 无需搬运数据 也无需更改分片的数量 那最后的话 rockmq向一个轻量级的牛计算引擎迈进的时候 引入了一个compact topic 它可以充当status.一个存储层 这样的话合起来就是助力rockmq5.0 向一个新的场景进行漫进 OK 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分享的话就到这里